第一个,如果你要算它的成绩,但是它有个比例的话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第一个也许可以用公式 那公式部分的话也许你可以第一个 先它的成绩,乘上它上面的比重 那比重部分将来可能需要怎么样 需要锁定因为像这样填嘛 加上它第二次,乘上它的比重 再加上它的第三次,乘上它的比重 那因为等一下会有可能像会有向下填满的问题 所以记得11列就是这一列,要把它锁起来 锁的话其实按F4 不过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不用锁蓝 所以基本上只要锁11就可以了 基本上其实就是在11前面上个锁 上个那个前的符号 因为它可以Lock,它不会自动帮你增 因为向下填满的话呢 那个列数预设会是增加的 所以你把前的符号加在前面的话 那它就不会帮你增加 那蓝的话是向右才会增加 所以因为我们不会向右填满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不用锁前面蓝 OK,按打勾 那这个时候的话它会帮我把那个成绩给算出来 OK,8的4分 那它在向下填满 其他的成绩也会自动帮你算完 OK 那当然记得就是要锁定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公式 假如说成绩还好只有三个 做三次 可是如果你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因为现在考试 我发现你小学生考试的数量都非常的多 那老师在算成绩的时候 如果不会以Sale的方法 其实是蛮辛苦的 所以有更快的方法 那第二个你可以用什么 除了用公式的方法之外 你可以用什么?我刚刚讲的 插入函数 那可以找到数学与三角函数这个群组 它可以分很多 因为总共有两百五十几个吧 所以你要全部从头找到尾 其实很花时间 所以多半你可以去记得说 大概那个函数 它是在哪一个类型 像我们上个礼拜是文字嘛 所以你可以在文字里面找 那今天的函数 主要会是在数学 所以数学里面 那它会是从S开 但因为按照英文字符排列 所以你往下找 找到Sum 比如Sum product 刚刚讲这个 那使用的方法其实也差不多 它会Array 1 2 3 就是很多个范围 相乘之后的结果 那第一个范围 我们是这个好了 假设它的比重 第二个是它的成绩 那只要一拉就可以了 OK 那记得等一下 一样会向下填满 所以只要逢11列的 只要是列 11你向下填满 它就变12 13 14 所以这个地方 请你把列的部分锁起来 那锁起来的方法 选取它按F4 那如果你不锁蓝 只锁列 按F4两下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它只有锁列就好了 其实这个地方 比较标准的是只有锁列 那当然你如果蓝也锁住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没关系 因为反正就是把它锁起来 OK 按确定 然后呢向下填满 结果也会是这样 不过有小数点 那你可以把那个 小数点给隐藏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有小数点 把它减少一下 OK 那就变成整数 那这个是两种方法 一个是公式 那一个是 我们用sample 那再来也许 我讲过了 你可以制定函数 也许未来呢 当然你的工作 如果希望呢 把它整合进来 我这边有稍微补充一下 如何制定一个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 也许你可以多一个 叫做制定函数 好 其实我觉得 未来很多地方 还是需要 具备有这样的 能力啦 但是至于怎么算写 我想不是我们 这个课程的主轴 但是我们至少 要会用 比如说我今天 有定义一个函数好了 假设我已经定义好之后 这边会多一个类 叫做使用者定义 那如果使用者定义里面 有月考函数好了 假设啦 因为我们针对 我们现在的需求 因为针对月考 产生了一个函数 我叫月考函数 不过你们电脑 现在是没有 我等下会教你们 怎么把它产生 第一次月考成绩 第二次月考成绩 那有点像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就把它的月考成绩 放进来之后 它会return 就是你丢给它三个 它会丢给你一个结果 放在储存格里面 按确定 有没有 然后你大概小数点 可以把它去掉 求整数好了 向下填满 OK 结果 那这个函数 是量身定做的 不过呢 后来就有同学会问 老师那 这个好像有点太麻烦了 为什么要选三次月考呢 可不可以刷一次 刷一次 就给它三个 这样会比较快 所以后来我把它改版 改成第二个版本 就是 插入函数的时候 这边有个月考函数 加一个范围 把它改成范围 它跟我要的不是三次月考 而是一个叫月考范围 那如果是连续的范围 我就给它 按确定 它同样给我一个什么 一个结果 这样感觉效率又提高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量身定做的做法 不过这个函数 月考函数范围呢 它不在我们预设的范围里面 你必须要另外产生 那产生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怎么去产生这个使用者定义呢 基本上呢 上礼拜有提到就是 第一个 请你一定要把那个开发人员这个部分 标签要先叫出来 第一个 那叫出来的方法 其实不外乎就是 从这边小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把开发人员这个 本来没打勾 打勾一下 它就出来了 OK 第一个按确定 第二个呢 切到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Visual Basic 就这个东西 那你要做两件事情就可以了 第一个 本来没有模组的 这个我把它先移掉 假设了 这个先把它移除掉 你们预设应该是没有东西 那进来之后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 这个制定函数加进来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你要把 也许人家已经写好了 但这个地方 我不是要讲怎么去写这个 而是说你至少会贴吧 那贴上去 你就可以增加一个 你的一个方选 如果你想要学习怎么去做 那有空的时候 你再自己再去了解 要里面的细节 OK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 把那个方选加进来 其实我这个已经写好 而且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 的云端白板 里面的数学函数 最下面有一个叫程式码 OK 未来的所有 只要有关公式 跟程式码的 我都会把它放在这边 那请各位记得 把右上角弹出一下 弹出之后呢 当然刚刚的公式都在这里 公式有没有 第一个公式 第二个用 三波大函数 在这里 然后底下的话呢 VBA有两种 不过我们要用的是 方选那个部分 那请注意看这个 制定函数的部分 就是底下这两段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点点好了 怕等一下可以找不到 就它 第一段在这里 所以未来 请记住啊 我的第一个 是一个方选开头 到方选结尾 C 把它怎么样呢 贴到这里 它不要是红色就好 所以你等一下贴上 如果红色 请记住一下 一定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呢 这个是第一种 就是要选三次的 因为它有三个参数 那第二个是这个 一次性的 给一个范围 Ctrl C 再到这边的话 把它Ctrl V Enter一下 好 完成 所以如果你有把它贴上之后 在你的那个 使用者定义里面 就是说你将来 你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才会出现有一个 使用者定义的这个类型 也就是如果你VBA里面 没有贴任何东西 你的电脑里面的这个 是没有这个使用者定义 这几个字 这个群组 OK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如果说呢 使用者定义里面呢 我们有放了两个函数 它就会自动帮你列出来 那其中的话 也许你可以使用范围好了 那比如说选取 这个范围 它抓到 会Return结果给我们 这个正列大瓜糊 按确定 结果就出来了 OK 试试看好了 这有三个公式 内建的函数 再加自定函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三个部分 那 好像 那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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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五